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陀后面有一些壁画 壁画中说到十则本身经中菩萨的精进修炼 画在古代混合石灰墙上 佛陀右边有一个红砖 并且刷了逆子的法座 本身是由木头制成的 它的三边都可以用棺柱 由金色条纹和镂空花纹来装饰木墙 屋顶堆积成螺旋状 柱子都会打成一个四方形的孔 是为了可以检查木头和椅类的情况 这也反映出了当地人民的智慧 龙凤角 龙凤角使用幼木雕刻而成 也叫做橡笔鸟 并且歹勒族人认为这是从天而降的圣物 屋檐边的平板使用波纹修饰 这是歹勒族人的独特图案 托座用兰纳族人的语言称为纳丹 图案里插入了不同颜色的泰国麒麟 以及不同颜色和花纹的木雕 山墙 山墙用兰纳族人的语言称为纳内 用木头来巩固垂直的山墙三角形 装饰类似于宝板格子 每个格子都有花纹来装饰 山墙的中间是一面镜子 用来将邪恶的东西反射不让它进入到里面 屋顶 屋顶用圆形木瓦盖成 每层屋顶之间的空隙都由双鬓毛来装饰 用来防止雨水和遮挡阳光 在2001年 农灯寺荣获通过鲜罗社团 由马哈 扎克里 施灵通公主殿下 颁发的特色艺术建筑宝货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明